我們繼續說劏房這個問題 我們溝氣一下 我們找過80後的人一起說 有梁麗、文協、陳友昌、公民黨 我們說是政黨論壇 有民主黨的歐樂軒 80後的來一起說說劏房 80後要不制住劏房? 我想比較少 但其實也不是說沒有 因為我也有一個朋友 你知道80後的也很難知道 出來後又租不起一些 叫做劏房的地方 唯有租一些都叫劏房的地方 劏房也很劏劏 有些也是很劏劏 有廚房也有廁所 是套房來的 有些真的很劏劏 現在真的通得 只不過在市區的位置上很好 方便到80後 可以在工作上 容易上班下班 好過住天水圍 至少限了一小時 你知道你們80後 參與的事務很多 晚上可能要 12時才睡 第二天晚上七八時要回到公司 所以劏房的報導 都是對青少年人來說 是另外一個選擇 雖然青少年人也有申請公屋 也為人救病 一些大學生申請公屋 一到十八歲 那些很難上班 都排隊 七年左右都有 計分制 很難 不讓大學生 市長說明要 18歲出來的申請 擺明要等多幾年 要讓有需要的人先走 阿樂軒你對劏房 有些社會的需求 你覺得現在的問題是 什麼事都沒有 政府什麼事都不理 什麼事都不會先說別的事 你知道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一樣 等於新聞也一樣 劏房上一輪 一個月前都說 熱烘烘的 現在冷清清的 我們就炒冷 不如沒有這件事了 沒有了 什麼時候說 八萬已經不存在了 八萬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已經有很多事情蓋過去了 你知道 我們的事情不要說 千萬不要說 什麼事 反正說回劏房 劏房 你覺得應該監管好嗎 我覺得一定程度的監管 都是應該的 因為始終你一棟樓 你戒開那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上網 最近有一段很熱傳的片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討論過 那個叫做Kings Cube 你有聽過嗎 有 其實整段片就是一個劏房 你描述一段片 我還沒看過 你沒看過 我描述一段片 那個Kings Cube 就是把他形容到 包裝到很漂亮 豪宅 很正的豪宅 誰知道 其實初初你看過的感覺 都覺得好像很正 又紅酒又美酒杯 誰知道 你一開始走去那些堂樓 你就知道 好像跟平日那些啞嘟樂 那些不同的 然後拉開鐵閘 原來 就是 說的一個就是 正正我們 其實不如說的劏房 就說 間隔是正 有個窗台 所謂有個窗台 其實就是 例如說 我們這裡有一間房間 一個長方形 一張床 後面就是一個窗台 為何讓你放一個小竹台 就是豪宅的賣樓方法 對 對 我們所說 我年代所說的 邱皮士 你們這80後 如果 造字那裏 可能將那裏佈置得 美輪美換 可能很漂亮 可能是Kings Cube Kings Cube 對 當然 其實那個 影片 其實某程度上 都有少少少的反鋒意味 就是 例如說 我們現在 住在香港 真是所謂全窮石頭 那就是 你來到 在裏面 想買一間這樣的房間 好像是很豪宅 但其實 那個尺數 簡直就是 幾十尺 只有納錐之地 幾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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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只有這麼少的位置 他還要特地有個描述 我特別注意到 就是 你可以聽到隔離房 在做什麼 不用用電話 不用用電話 他說 你知道隔離房 在做什麼 最適合 八卦 那些 兩位老朋友 我們要問一些青年人 是 我大學生 我一畢業 就記得 兩年之後都自業 你有沒有這個自業的夢想 八十後 一個大學畢業生 你說 你剛剛說畢業 兩年就說自業 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從來 其實沒有什麼想法 這個問題 不是 我想說 先儲 百多萬 真的 你這個年頭 不是我的年頭 我的年頭不用儲百多萬 我的年頭儲幾萬元 可以了 我們年頭 周圍的朋友 反而在想另一些問題 我懷疑 例如說 怎樣能夠 搬出去媽媽 那裏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不是說媽媽爸爸一起住不好 而是就算你想置業 因為外面的樓價實在太貴了 然後就算想結婚 你也要想想 我能否買得起房子呢 誰知道其實可能是 不是買不起東西 你要供得很辛苦 所以變相 第一個考慮就是 有時候會不會是 還是不要搬出去住 還是跟其中一家長住 先住 那裏 那裏的問題 我想 你剛剛說 你剛剛畢業了兩年 是的 我所有同學都買樓了 那個年代 80年代 我們周圍的人想 你什麼時候買樓 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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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後 六七年 六七年 所以我們 我想 對於年青人來說 所謂這個製業夢 都是比較難 比較難 但是我也要說 其實我有些朋友 我剛剛說的那位朋友 其實都不是說 沒有可能 其實就正正要租一些 例如說 比較舊式的樓宇 唐樓 其實都不是不能夠負擔到的 而且 其實他正正就是說 他那個唐樓 就正正是 割開兩邊而已 那就不算是 割得很厲害了 但是 他都說 其實 這裡開了門 就是 都要五六千元 一個月 是啊 那也要回到差不多 現在是彈地的 是啊 但是我覺得 一過二當然是貴一點 最嚴重的 兩禮 你見過是怎麼開發的呢 最嚴重的 一開十一 哇 十一 最近新聞 什麼工廠大廈開 八十多年 那個工廠大廈就不能說了 你十一也很少 工廠大廈 就是看你那個單位 其實一開十一 一開十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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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二就是 一開二就是 六 那邊就是五 那邊就是六 即是中間一 什麼都在裡面 自己搞定 是啊 其實我很想問 張香是獨立電錶的 沒有 是分錶來的 分錶 分錶是誰幫他做的呢 是中電還是他 不是 是中收師傅幫他做的 自己裝下去之後 只有你們 自己計算錶數 大業主看錶完之後 跟你看 你那一塊分錢 就是計算 所以每年 財政二聖馬說 回贈電費給市民 應該是大業主 那是業主得益 所有借劏房的分錶是不得益的 但是他們是最需要的社會一群 就是政府就給不到 那些叫做N無人事 N無人事 劏房分電力 那洗澡呢 先問一下 洗澡在裡面 又在裡面 紙送在裡面 洗澡也在裡面 睡覺也在裡面 大小業務也在裡面 大小業務也在裡面 我反而有好奇 其實有一點就是 洗衣服怎麼洗呢 洗衣機有一個大小業務 洗衣機 全部都拿去洗衣店 洗衣店 洗衣店 很多年輕人就是拿去洗衣店洗的 你如果少就自己搞定 大家放在床頂 坦白說 我又沒有什麼住劏房的經驗 但是 宿舍的經驗 告訴我 整層樓一起來 例如外面有一部洗衣機給你用 然後最狠狠的 永遠要排大隊 他就沒有這個輪舍增壓問題 因為永遠都獨立了 自主一角 全部不用問人借東西 不用問人借洗衣機 不用問人借什麼借物 旁邊有些人都不會 都擺不到洗衣機 有些方法是小的 小的當然是 小的就看看 有些人小的 是給一些單身人士 或者是那些去治的 如果有家庭 通常都 有家庭有機會 即是那個層樓會大一點 是 衛生環境 又要問一問梁麗 即是你的專家 會不會 因為你 是惡劣 煮飯 油煙味又怎樣 然後又去死身 就是惡劣 是惡劣 惡劣 最近這麼熱 我們上去做家房 他們是穿內衣內褲 有沒有冷氣機 部分有 部分沒有 有些 即是給得起電費的 就有 給不起電費的 就真的沒有 這些其實 有很大的危機 我想談得仔細一點 現在人有這麼多 我想看看你 你說很惡劣 其實你那區的劏房在哪裏 老實實 我看的那些劏房真的不是很惡劣 真的可以的 我就說深水埗區 即是不同區就不同 當然深水埗區都有漂亮的劏房 但是呢 一分錢一分貨 通常舊的社區 就不單是深水埗 舊的社區 我所說 油煙旺 那些舊的社區 其實都是很差的 都有 前一陣子 都帶記者去搜尋 帶記者去搜尋 室內的溫餐是8度 即是如果外面天氣報告是32度 再加8度 他家裏是40度 我反而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麼多人一起聚在一個單位裏面 哪怕劏開一個房間 其實剛剛聽那個感覺 就好像每個人都是很自我 其實大家其實是沒有什麼溝通的 但是反而剛剛就是說 例如說 其實有沒有機會 例如說 中間會不會有一些位置 其實他們有機會一起共用一些東西 例如說剛剛講冷氣機 其實你說要共用一些東西 可能不是很難的 就是說 例如說 我一個單位開冷氣 我轉一轉個洞 就可以透過冷氣 是不是完全沒有這回事 沒有 是完全沒有什麼共用的意識 反而我想負面一點想 在一種這樣擠迫的情況下 是不是反而那個衝突會有呢 沒有 沒有衝突 反而沒有衝突 隔壁也不會 我覺得剛才那是創意 是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是 是 那個保險箱和保險箱 是會撈亂的 究竟那個房間的冷氣 你開冷氣 我們每個房間裡做一個 都是衝突窗 然後全部冷氣都過了 是 電費由你給的 可是業主 是 一人分享,還很不慘 反而我反而覺得冷氣機是形成電力負荷增強的問題 如果十一個房間有三個冷氣機 因為電力負荷有五年檢測不檢測 室內是不檢測的,是公眾地方才檢測 室內也不檢測,於是電線日久你就知道,查一下 到時就會發熱,發熱就會停止火災 就像尖沙咀一樣 雲出現的倫理問題,一來又有新宣傳 你安裝這麼多的冷氣,會否合乎建築規格 建築規格,中電是這樣的 電要有一個有排電的師傅 當電的師傅,剛才所說,他認頭 這張東西是我簽的,我認為OK 於是款就裝了給他 裝的時候是沒有問題 但經過五、六年或十年八年,電線會老化 當電線老化的時候,這麼多的冷氣機 或者是電飯煲,那個Watt數是很大的 當你同一時間去按鍵的時候,就會扯到很大的電 當電線老化,就會真是火燭 你剛才所說的,政府規定要驗電WR-2 五年一次,就要公眾地方 例如走廊、樓梯等才驗 一天到室內單位裏面,就不理會 不單止冷氣,還有很多 例如電腦,11間房 電故都有5間房,在用電腦 煮飯有4間房 電力的需求,都是一個很大的 亦都是一個城市炸彈 電熱水爐、洗澡 電熱水爐等等 因為它同一時間使用 同一時間使用,扯的電力很大 不單是一個單位,成棟大廈 有一個劏房,如果晚上有什麼事 整個房子都走不及,堵住 電力是,除了你剛才開廁所說 有一個人負責,沒有了 後期再加,不用了 再分拆,轉轉轉分拆 沒有人,會出事 電燈公司會巡查 入不到家 如果你的電量和初期相差很遠 一定和初期相差很遠 那它就會給你信 不會 因為你那棟大廈的電線 如果加大了,負荷給它的時候 你自己單位裏面怎樣用呢 中電是沒有權 如果你裏面的電力是超過了 譬如電應該有單上和三上 如果你超過了,外面會跳濟 你根本是很難用 它加大了給它嗎 即是它申請了加大就行了 即是它都是經過了 從未申請了加大 我們那個擔心不是電不夠 中電一定是計過程數 即是怕它之後老化了 只不過是電線老化了之後 不知哪裏來的電器一插下去 插體又加多幾十個 最重要是電箱的安全 有流電斷路器那些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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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很困難的 可能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那些 當電線老化了之後 它的電阻會大 於是 原本應該跳濟的時間 它都不跳濟 當它不跳濟 電線就會熱 再熱 就真的是火燭 即是我們贊不贊成 那個劏房產生的問題 不是 人生的問題 上一集說過 你贊不贊成我們 對劏房有一個嚴格的規管 會影響 我上一集說到 對劏房的需求很大 新來港人士 一個家庭 或者擔心難事很多 現在為何這麼多人去住 就是因為有這個需求 那些業主才改他的房子 做劏房 才迎候市場的需要 你覺得面對劏房的問題 應該怎樣做 我覺得 所謂的劏房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單單來到 我現在馬上掃全港的劏房 某程度上 其實你也是沒有能夠 處理那個 就是我們對於 住房的一個本質的問題 你是指一個標 但是你的本質其實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其實 住屋 例如說 給一些基層的工房 其實你是 為何要戒到這麼小 都有一個這樣的市場 就正正是因為 我們對於 就是基層的市民 你是沒有一個足夠的房間 或者足夠的 屋院的供應 讓他們來住 我覺得首要的問題 就在於 你怎樣能夠 政府能夠 是不是應該要反思 如何能夠 給到一些基層的市民 是可以有一些 他們能夠負擔的 住屋的問題 這一方面其實 要一方面解決 另一方面 你說劏房的問題 當然不是說 你看到 那些 有這麼多的 裡面的問題 例如說 很容易 那些電會 漏電 火燭等等的問題 不代表不去規管 但你就算規管了 但你沒有去解決到 這個基層的住屋的需要 我覺得其實都是 指標不自負 問題很容易解決 跟你說的一樣 找你兩個做房屋局局長 去搞 建公屋 七年才能建居屋 三四年才能建居屋 來解決這些問題 為何你們想到 政府的人想不到 政府的人想不到 政府的人用什麼去想 不肯做 為何不肯做 解決民生 政府必須要 公佈 那些土地要先給大地產商 去賺錢 那他們要建公屋 為何呢 當年 我沒有來 你們想到 講一講一答出來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我現在已經代入了 兩個國務局長 問責局長 他代入了 我說了很久 當年殖民地的年代 香港人都很欣賞 是否有民地學 公屋 公屋 一定是 公屋的政策 無論我們熟悉的新加坡 新加坡都是公屋的政策 新加坡都是學香港的 新加坡都是學香港的 新加坡是學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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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香港很多 我最近去過來 沒有私人留意價格飛升的問題 但我們香港為何不會學人 不用學香港 只要拜也英國 成也英國 只要執行英國的年代 十年的房屋政策規劃 每年在超過五萬個單位的公屋 逐漸在十年內 就處理了 我接到你了 這個歸根就是民主政制的問題 沒錯 我們的政股是誰選的 政股是千年以前八百個 現在將會千二個有錢都會選的 地產八點 地產八點 李先生也不解決 說到最後就是民主的問題 沒錯 兩個局長都說很容易解決 但我們的政府也解決不了 因為政府不是我們所選出來的 他們沒有直接需要解決 大多數人居住的問題 好 就讓你做政制事務局局長 多謝 政敗局長 我們下集再和大家研究 香港其他民生民主的問題 好